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聊天节目 今天我们将聊一些国际议题 中东的情势正在走向和平 大多数国家都在克制 这是一个好的趋势 我们谈到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问题 以色列学习了欧洲的殖民主义 这让巴勒斯坦人成为新的受害者 我们也讨论了美国的政治局势 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 犹太人是一个独特的群体 他们在历史上一直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但也有人对他们持有负面看法 我们也聊到了新疆的情况 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但我们希望能够理性地讨论 最后我们谈到了中国的节日消费和人口流动情况 中国的消费力量令人惊讶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叶青说当然有减 只要放弃扩张主义 承认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 其实说中东已经在走向和平 因为大多数国家在克制 毛尤布冷一说 其实以色列立国以前 绝大部分犹太人在欧洲 这下可好 排油的帽子欧洲给摘了 却让巴勒斯坦人戴上了 看看这算不算欺负人 叶青说 所以以色列把欧洲殖民主义那一套东西 学得唯妙唯孝 毛尤布冷一说 尽管民主党救了一掌 共和党死硬派 仍算计着让他出局 金山说 只是怨恨别人不反思自己 自己也会成为别人 犹太人自从二战后 就一直站着道德的制高点 毛尤布冷一说 英特尔下了美元28币的赌注卷土重来 在俄亥俄州建立全球芯片的首都 福克斯说 按众议院刚通过的Antisemitism Awareness Act 您的言论潜在涉嫌违法 请到居委会报备一下 在座的其他各位 耗子为之 毛尤布冷一说 欧美这么待见犹太人 为何不欢迎他们去自己的本土建国 是否从历史上对其有别一番认识 我直接间接地问过欧美人 都语言不详 却实际上都撇清关系 叶青说 我去自首了 就说是狐狸教唆我的 嚎啕大哭 天不忘说 小灰同志具有真知灼见 哪里会口吐虚言 福克斯说 对 中联部涉嫌煽动 完美逻辑必还 叶青说 那你就注意看新闻吧 你很快就要上制裁名单了 呲牙咧嘴的笑 毛尤布冷一说 在哪个群里说 犹太这事从来就有压力 可能就是从这开始 我对西方的言论自由也有了质疑 以后少说几句 个人是小 六度是大 福克斯说 还是你坏呀 毛尤布冷一说 哪都有如来佛的手心 那些学生年轻 金山说 西方对学生还是有分寸的 毛尤布冷一说 比六十四下手快吧 绳之以法 金山说 中国也会慢慢转变 叶青说 如果六十四时 也能几天就解决 就没后面的悲剧了 结果拖拖拉拉 越闹越大 金山说 这种利益和体制 你是冲破不了的 叶青说 唯快不破 你看白纸运动 你抗议 我就瞬间开放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毛尤布冷一说 想象在白宫前 静坐几个月 搭帐篷 唱歌跳舞结婚 中国的老革命 比美国的嫩 NH下话线K说 美国和沙特亲协议 促进巴以和平 顺便把中国装进去 还有这种玩法 HTTPS 3W.RFI.FRCN E5 9B BD E9 99 85 202 40501 E5 BD BD E5 E5 E9 E7 B1 E8 E5 E9 B1 BD E5 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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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7 8 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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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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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D E6 E7 E8 E9 E8 E9 E7 E5 E8 E9 E4 E8 E8 Fox说 目标和方式就是错的 不是为了塑造和平 而是塑造军事对抗 和平和军事都是中性的 但和平成本更低一点 美国已经没有更多的底气支付军事对抗 NH下话先可以说 美国主要是想把伊朗孤立起来吧 我本来对伊朗期望很高 现在认为伊朗太损 6DOTA说 https 3w.youtube.comwatch V等于0MUT-06RA 毛尤布冷一说 欲修桓说 再说几句卢梭 无庸置疑 他是法国革命的精神领袖 他的拥护者说 连美国革命都占了他的光 而他的反对者 却是他的思想如洪水猛兽 是人类和世界的扫帚星 思以为 与同期英国思想家 温和可行的理论比较 卢梭的学说 或灵光一现 或更像激情的呐喊 而这种发自人类心底的愿想 无时无处不在世上宣泄 其实激情同理性一样都出自人的本性 Fox说 去年9月初 美国跟印度和沙特讨论基础设施建设 三国联手打造一条街海湾国家 阿拉伯国家 再到印度的铁路和海运网络 9月底 内塔尼亚湖在联合国大会上 展示了呼应的规划图 10月6日就闹事了 毛也不冷一说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心有余儿力不足 不忘对付中国 布林肯怎么卖力 也被更佑地视为以色列的叛徒 本来想对学生的初心表示理解 最后又烫了地缘政治的浑水 都是红酒惹的货 撤了 程大厨 说 说卢梭是白左祖师爷 有点值得商榷 很多都是后人把一些行为 硬找他去碰瓷 毛也不冷一说 精神上的 就如同马克思 不能替列宁和毛泽东负责 尼采也不能替希特勒 我个人对卢梭有反思 以前对他的反感 多出于对他的私德 今天比较起来 他几乎是圣人了 娶了女佣 但他的主权在民 是不是衍生出人民民主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 他是先艳论 而列宁和毛可是实践论 我眼见美国的激进分子 黑人青年 1234 This is class war 程大厨 说 那照广义上讲 康德哈耶克罗尔斯 都是卢梭的传人 毛也不冷意说 是的 卢梭真诚 得罪的人多 他的逻辑可能不够强 但思想却有穿透力 闪着人性之光 程大厨 说 卢梭追求的是 共和主义者的积极自由 是一种古典的自由观 他最大的错误 就是把权力的来源 和权力的行使混为一谈 没有分清主权和治权 麻婆豆腐说 拜登周三在一场竞选筹款活动上指出 中国 日本和印度的筹外心理正阻碍经济增长 并表示 移民对美国经济有利 为何中国经济停止不前 为何日本遇到困难 为何俄罗斯是这样 为何印度是这样 原因是 他们筹外 他们不想要移民 我们这么强大 是因为有移民 Simon说 玛雅姐 看了这几句话 有点感触 即兴写了一些自己的感悟 作为西方文明内部的一个异类 犹太人长期生活在西方主流世界的边缘 这种边缘性 反而让犹太人从文艺复兴开始 始终处于西方文明进步的前沿 就好像是早期投资者一样 获得了工业革命 这个大牛市 以来最高的人均财富积累 随着实力地位的上升 犹太人的异类性 犹太人的异类性就变得越来越明显 随之而浮上台面的就是所谓的 Di-Judenfridge 犹太人问题 1842年由德国人Bruno Bauer提出 这本来是一个宗教哲学问题 隐含的意思是犹太人既然已经不光是 从菜单走上了餐桌 而且还深度参与了菜单设计 他们就不应该再固守所谓上帝唯一选民的信条 不然与基督教终究免不了发生冲突 在双方已经互融 共同利益越来越大的情况下 这样的冲突代价太大了 在这个问题被公开提出 讨论的19世纪中叶 欧洲正好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造洞期 各种思潮此起彼伏 在这样思想炙烈的环境下 跟今天有点像 犹太人问题与阶级斗争 民族主义 世界革命等理论 就很自然地交织在一起 问题本质就开始异化 很快的 大规模牌由从沙俄西部 即现在乌克兰 摩尔多瓦一带 开始向西蔓延 随着犹太人处境越来越艰难 最初的犹太人问题 转变成为犹太人宿命论 进而产生了犹太复国主义 这些都是在一战前的事情 那时的讨论 再怎么激烈 至少在帝国主义社会 还算是人民内部矛盾 沙俄在经历多次改革后 新掌权者需要犹太人的支持 这也是犹太人长期作为边缘群体 而养成的特性 然而一战让历史的眼镜 产生了一次大变轨 民族主义取代帝国主义 站上历史舞台的中央 迅速把人类带入史无前例的大浩劫 也把犹太人问题带向了一个地缘 民族 宗教冲突的新高度 程大厨说 刘阿姨如是说 Mitter下话献力说 这个周五研究院或者周六八点 要是能请君涛讲讲六四学运 和美国这次学运的对比分析 从起因 学生自我组织 内部外部干预 以及政府和社会的反应角度分析 一定十分精彩 Scott1说 君涛博士文理兼优 好生了得 Fooks说 既然都用阿姨作为历史考据 那不得不提 犹太复国主义者与纳粹合作 妄图把融入德国社会的犹太人拎出来 让他们独立出来 赶出欧洲成立独立的国家 还早 草坪运动 还处于脆弱的和平阶段 现在还不足以系统性的对比 阿家为龙说 反游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最早反游是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以后 反游并不是只发生在一战 二战时期 基督教和犹太教相生相克 互相纠缠在一起 耶路撒冷是犹太圣地 基督教也继承了此传统 NH下话先可以说 到底那地方属于巴勒斯坦 还是以色列 是很难扯清楚的 关键是 阿拉伯国家打不过以色列 而且后来的约旦和埃及 都给买通了 即便是今天 沙特和伊朗还在明争暗斗 所以 一味地谴责以色列也不公平 一马是一马 以色列如果是只针对哈马斯 那没问题 但是死了这么多老百姓 问题就大了去了 假如穆斯林在中国崛起 中国也受不了 程大厨说 犹太人认为是 2500年前的巴比伦之囚开始的吧 那时就开始写《摩西五经》了 那时 释迦牟尼和孔子还没出生 阿加为龙说 2500年前 基督耶稣还未出现 犹太人在埃及 只能被叫流放或压迫 不是返游 返游本质是宗教意义上的 自从西方崛起后 犹太和基督之间的矛盾 成为其内部的主要矛盾 应该说 这个矛盾持续了2000年之久 二次大战后 西方精英虽没明确表达出来 但借着二战胜利 将这个矛盾被外部化 转嫁到了伊斯兰教身上了 程大厨说 我意思不去管什么是返游 关键他们心里始终觉得是受害者 全世界都欠他们的 阿加为龙说 从2000年的历史看 返游最应归罪的是基督教 犹太人的确是受害者 但现在已经成为西方内部矛盾 不太好指责基督教 犹太人跟伊斯兰或者其他人说自己是受害者 有点情理不通 Zimon说 事实不能只顺从于理念 毛尤布勒一说 而且把西方 欧洲 内部的矛盾 转移给巴勒斯坦 谢谢 atZimon 玫瑰我正想着 应该问你呢 而抛砖引玉的 有更多董行的来补充了 Fly100说 我有次问过一个伊朗的同事 怎么看新疆 他居然认为 中国政府对新疆的控制是正确的 他的原因是 旁边有个阿富汗 阿富汗是个比较原教旨主义的国家 他觉着 伊朗其实算是偏世俗化的 毛尤布勒一说 穆斯林本来就在中东 不是穆斯林突然从天上掉下来 到了以色列去 Huma说 最起码 新疆没有像中东那样有教派冲突 整天打来打去 美国经常指责 新疆的种族灭绝是子虚无有 说有强迫劳动 倒是可以接受 叶青说 虎妈你对强迫劳动有误解吧 西方语境中的强迫劳动 就是奴隶劳工 Huma说 不是劳动改造那种吗 Fox说 将新疆的劳动力 拉到沿海发达地区进场打工 也属于强迫劳动和种族灭绝 金山说 这种属于 强迫劳动 Fox说 减少维吾尔族在新疆地区人口的占有比例 首先的立场是基于新疆地区是一个独立地区 程大厨说 谈比例有点问题 如果维吾尔总人数是增长的话 Fox说 要是没有汉人 维吾尔人口会增长更多 眼角含笑 程大厨说 那是另一个问题 Fox说 反正只要塑造了新疆是一个独立地区的概念 以土共的所有行为都可以归为强迫劳动和种族灭绝 金山说 牵强 而且不是大面积的 Fox说 亨 欲加之罪 莫须有 金山说 新疆 软硬都要有 更重要的是发展 程大厨 说 只怪大大上任后去新疆 前脚刚走 后脚就出事了 不知道是不是故意为之 Fox说 不听 恶人的发展 也是 不是2009年的7月的事吗 我是说出事 程大厨 说 不是14年5月 Fox说 广东煤大高速路面塌方灾害 已至48死 另有三人DNA代比对确认 可能14年5月也有事吧 我记不太清楚 2009年7月5号 刀光剑影 死了197人 程大厨 说 在教育是14年后 转变至江策略搞的吧 Fox说 哦 这个你说的有理 金山 说 其他的都没理 Fox说 金山兄可能误解了 我是在说一个基本的事 绝大多数情况下 人们的思路是以立场先行 逻辑之后跟随 比如新疆的事 如果认定新疆是一个独立地区 那么土共所有的行为都是恶的 无论采用什么样的发展模式 如果认定新疆是中国的一个部分 那么土共所有的行为都可以认为是可以讨论的 程大厨说 大大四月底刚视察完 522就搞爆炸 死了几十个 估计之后 大大就暴怒了 Fox说 我倒觉得 教育营的政策是一个缓解政策 而不是一个铁血政策 中共传统的组织起来 一起学习 然后配合以发展思路 解决问题 Huma说 我觉得限制自由是有的 系统性的种族灭绝 我不相信 程大厨 说 话说长相 语言文字生活都不一样 但却是一个国家的 也挺无奈 Huma说 江独分子伊丽夏提的推特上 也没有发现有利的证据 金山 说 新疆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首先这个没什么可争议的 争议这个后面就没什么可聊的 Fox说 你是说美国吗 其实 联合国有严格的种族灭绝的定义 但现在联合国的权威性属于薛定谔的猫 西方部分人士翻的就是这个牌 金山 说 蒋蒋闹闹哪都有 听我说 以前确实有一个东突厥斯坦 只存在了十几年 是苏联扶植的傀儡政权 后来 蒋介石和苏联签订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以后 很快就瓦解了 领导人也去了苏联 程大厨 说 东西突厥国一千多年前就有了 都被唐朝灭了 后来幸存的组了个后突厥国 又被回合灭了 回合就是维吾尔人 Joy Huma说 大厨说的这些已经涉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 袭击而起 Simon说 最近在看关于美联储诞生前后的资料 今天正好读到其中的一个关键人物 Paul Warburg 应该就是刘所说的沃伯格家族成员 早在1900到1910年代 其家族就将业务重心转向美国 Paul更是全力推动美国货币体系参照德国模式进行中央化 被称为美联储之父 Warburg在汉堡的家族银行 在纳粹时期被亚利安化 有些成员没来即逃走 死于集中营 游牧民族跟草原一样 生生不息 所谓灭了 其实就是赶人占地 突厥被赶出天山 没过多少年其后代就又回来了 而且还把中亚广大地区包括新疆大部当作腹地 持续南下西径 甚至有一度还想征服明朝 程大厨说 说的这些已经涉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 阿加为龙说 https3w.bilibili.com video bv ev7411 ltsc 毛尔布伦一说 有吴乾隆 英伦 法国 西班牙 加拿大都有独立之地 没有种族灭绝 却也经常使用暴力 比如爱尔兰 情下 说也合理 因为犹太金主两党都不少 我这几天看新闻就在等着 看什么时候能把学生抗议背后的煽动力量 推倒到中共 Fox说 前几天就有了吧 还说上一次把种族话题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 是 奥地利那个画家 老中说 老何同学今天睡懒觉了 如为您下话线路说 估计在开车赶往公司的路上 徐一说 梅隆这次怎么死了48人 人流直播大 Scott Wine说 是CCTV播了 老何 很多地方的高速路几乎成了停车场 这就是节日的中国 石叶说 中国消费力无法想 我根本不信之前的悲观论调 Scott Wine说 一个天坛公园 一天的游客接近十万人 天坛公园不是很大 比颐和园小多了 石叶说 我们小时候也是喜欢逛公园呀 Scott Wine说 这都是活生生的 真实的数据 老何足不出户 却对世界经济状况 了如指掌 石叶说 我是瞎想 如意令下话线路说 还有很多人压根不敢出门 我是怕人太多 我家里了 石叶说 但是知道什么媒体 什么人不能相信 成大厨说 判称探机 AI 石叶说 有些人连内心投资都骂 Scott Wine说 没错 今年很多人都没敢出门 结果都这样 如意令下话线路说 徐惠宾将四万人 石叶说 在他们眼中 只有那才是真实的中国 Scott Wine说 我看外滩地下全坐着游客 石叶说 内心投资 恰恰是美国股市之底牌呀 程大厨说 南京路地铁站 因为客流太大 又疯掉了 Scott Wine说 老何 1986年的9月30日晚上 短短几个小时 上海的南京路 外滩竟然挤了270万人 我也是一只 被挤得喘不过气的蚂蚁 从那以后 节日再也不敢去外滩了 石叶说 美国人比较安静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 不能作为任何决策 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 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 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